尾巴冲突目前造成至少已经有2000人死亡 而我们说居安思维 国防部长邱国正在13号表示 这给我们几个重要的喜事 第一个就是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 因为拥有情报才能够预先因应跟阻止战争 另外他说呢 飞弹跟火箭的饱和攻击如果一起来的话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招架 这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轻起战端 而国防部现在能做的就是调整部署 将面与距离拉大来调整战术的位置 另外国防部表示说 中共军事扩张已经严重威胁到台海 还有周边区域的安全 跟去年相比的话 共击扰台的次数从每个月平均 大约是280多架次增加到今年 每个月变成了380多架次 好所以面对饱和攻击 台湾是挡不住的 这是邱国正部长也提醒大家的 那听到的是 国军在重新部署上面有哪些不足 要立刻加强的部分是第一个问题 要请教文家老师 还有就是台海局势 目前看得出有这个中美共管的迹象吗 我们来分两个部分来讲 其实这次这个邱国正部长 他提到特别有讲到说 这次的这个尾巴冲突呢 那大概是有两个 其是一个当然是情报工作很重要 因为他讲到情报工作大概就是 因为其实以色列长期依赖科技情报 却忽略了人员情报 没有办法去掌握他们的这个内部的 不管是他的组织 他的作战方式 甚至的这个什么时候要发动 所谓的突袭 就很传统的人对人的 人对人 这是自古以来的 因为人员是最重要的 那此外呢 这个火箭跟这个火 灰弹跟火箭军的饱和攻击 因为这个东西呢 也的确的刺激了国军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呢 中国呢 他面临的是 就当然要去 就是对武统台湾 是他们现在的这个 我觉得他们现在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现在 在节目中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 如果说中国一旦打台湾 他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 这个所谓的环岛 这个实战演练 包括这个联合作战 这是第一阶段 我看现在也在做 这两年都在做了 不管环岛 从培洛西来到现在也在做 所谓的封锁孤立 用军机或是军舰来封锁 空中跟海上 然后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这个所谓轰炸瘫痪 那我看呢 这一次呢 其实就是这个 哈马斯他用所谓的 将近五千枚的这种 这种这个火箭炮 其实给了这个 以色列很大的震惊 给你破坏 那当然现在中国呢 他现在一行 新型的叫 PCH-191箱形的火箭炮 这东西他可以打到 当然到台湾粗粗有余 因为六百公尺里面 又打得到 所以一旦他采取了 所谓的这种方式 那当然对台湾 就是第二阶段已经打 已经 达到第二阶段 就是要去轰炸 瘫痪你 然后第三阶段呢 是要去两栖登陆 跟这个所谓的岛上的联合作战 所以这三阶段 我看现在已经第一阶段完成 第二阶段 所以我想 邱国正部长提到的第二阶段 大概是担心 如果我们钱包不足 我们不知道什么 要花挥 他的所谓的要 要所谓的这个实施 所谓对台湾的一个 一个轰炸 这样听下来的话 台湾还是得依靠 美军的威胁力量 那当然是 其实这从1949年 两岸分隔分到现在 其实每一次都是靠美国 那也没问题 如果说没有美国的介入 那可能是中国就要打来 这是我想大不正的事实 但是你刚提到说 所谓的这个台海 是不是有共管的迹象 那我是认为呢 其实台湾海峡 本来就是 就是属于中国跟美国 在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博弈 介入跟反介入 区域拒止跟反区域拒止 的力量在做一个搏斗 那因此我觉得说与其共管 我觉得也会也太沉重 应该是说他们现在 不管美国和中国 其实都对台海 有各同不同的一个立场 跟关系程度不一样 那此外为什么就 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当然我们也不容许 就是这个台海 是由他们来共管 是因为其实我们更重要 现在要我们只要能够 金石战力跟国力 自然而然我们就自于敌 而不受自于敌 所以所以破除所谓 国人的一个猜测 说什么共管不共管 其实倒没有 就是他们是共同关切的台海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美军方面也不断在提高 他们对中国方面的威责力 要讲就是低级舰队 那么最近 无独有偶也就看到 这个时候呢 就派出他们海军的一架 这个P-8A海神式的反潜巡逻 在国际空域特别就飞越了台湾海峡 然后呢拉出了一条这个所谓的中线 似乎也是好像像在这对中共的军方表达说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但解放军东部战区的这个 立刻就发表批评说 美方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公开炒作 好 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就NBC他们报道说白宫方面现在正在准备提出一项 新补充预算案 这个预算案的内容呢涵盖了对乌克兰 以色列还有台湾的军援 那再加上呢强化美墨边境安全的经费 打算用一个包裹法案一并的提交给国会来审理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策略呢 消除众议院共和党强硬派 特别是共和党当中的强硬派呢 对继续来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反对声浪 目前呢看到的是 共和党这个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委 马卡尔他表示说 他们的态度是持开放态度的 可是持开放态度 等到真正要表决甚至是投票 同意支持 这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变数 Ross 第一不是马卡尔说的就算 虽然他是外委委员会主席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一个议长 所以在众议院没有议长的时候 任何法案不会通过 这是第一个变数 第二 昨天美国的礼拜五 共和党党团他们再次投票 目前退出的人选当议长是Jim Jordan 那这个Jim Jordan 他算是极右派的众议院 他非常反对再次军援乌克兰 所以如果他成为议长的话 他就不会让众议院的关于乌克兰的军员投票 他会说no way 所以用这种保国的方案方式可能性真的不大 还有另外虽然很多国会议员非常支持Israel 非常支持台湾 但是越来越多也不支持再次军员乌克兰 所以如果用保国方案的这种方式 那就导致很多不管是在参议院或中议院 还是会有很多共和党级的议员会反对 目前美国的国防部之前也提出了 剩下大概50亿美元 可以给乌克兰继续的训言他们 可是如果按照这个保国法案的话 大概会有200亿 也就是可以足够再让乌克兰 就算要打的话打一年的时间 可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是包在一起 想要让国会去买单的话 看起来机会是不大的 尤其在议长都还没有知道是谁之前 对吧 对 OK 好 那所以现在这个包国法案 我们看到有乌克兰 有以色列 台湾也在内 可是一件事情一定都会有它的正面跟负面 包括台湾在内 跟不把台湾包括在内 它的正反 您怎么看 我的结论其实是 我认为不太可能不把台湾包括在内 它一定是包在一起 为什么包在一起 主要是现在国际问题当中 这次尾巴战争的部分是out of blue 是超过意料之外的 而且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整个军事部局 航空母先派去 隐约还是觉得他们在处理乌克兰战争 现在尾巴战争还不知道 真主党还有伊朗的部分的最新的动态 美国是捉襟见肘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到的 第一线的战事是美国是这样子 于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战事可能还要继续做判断 都还有很大的变数 台海也始终都还有国际政治外交跟军事的变数 持续在进行这两年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很难 我认为真的很困难 你同时美国政府当中 分三方的人力思路 在调育各自的架构 而且知道战争是有共办效应的 现在国际观察家就在看 现在乌克兰跟整个 因为普京也讲话了 所以在看乌克兰战争 尾巴战争 有没有一些共办的效应会席捡出来 而这当中是不是我们讲 这一次五千发哈马斯 你觉得对金正恩 北韩是不是有些什么歧视 所以这里头都是很多的变数的复杂度是超过想象 因此配套到回来 郭老师刚刚讲的很对 一方面是众议院没有议长 二方面不要忘了 过去主导跟台湾有关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部分 梅兰德斯 他因为涉滩现在被起诉 所以很多在参议院原本主发动跟台湾有关的单独性的 单独性就为台湾的 很多的力量也都目前减缓很多 这几个月看得出来 我继续请教您 那您刚刚说很难不把台湾包括在内 大家马上联想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预示了台湾也很有危险 我觉得就刚讲 那个共办效应的不确定性 在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当中 它就是此起彼落的 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个无聊小事 最后疗原开来 最后是大的变动 所以大家在历史经验当中都不会小看 第一个第二个战争都正在进行之下 会怎么进行 我相信待会我们也会谈有关中国的态度变化 就是说这里头很可能两岸当中 就要看中国是不是也 可能先前文攻武贺 现在说不定是不是也紧缩一点 不知道都还要观察 当然值得我们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台湾现在也要注意到 因为尾巴战争这种部分 我们看到战争的部分的支援与否 比如未来美国对台湾 接下来在同时间的部分 就美国内政里头 包括参众议院 法案跟经费的配套实际上是如何 我们现在就也看到 对尾巴战争犹太人这么影响性 能够做到什么地步 未来台湾的模式恐怕也是这样子 好 现在看到美方似乎也在做一些准备 美国国会的战略态势委员会 最近发表了一个145页的报告 他们特别呼吁说 美国必须准备好跟中俄同时作战 听起来非常的吓人 那这个报告分析说中方认为对台不作为的成本 可能会高于美中为台湾开战的成本 甚至即便是要附上核战的风险 那么报告也建议说 美国需要建立第三个能够打造核动力潜舰的造船厂 而且增加弹头的库存 同时部署更多的洲际飞弹 以及长城巨外武器等等 在亚欧都要部署更多的战术性的核武 可是现在看到这样的一篇报告 那是不是代表说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 现在可能也因此会做一番的调整 我觉得俄乌战争的爆发 再加上过去一两个礼拜 尾巴战争的这个爆发 确实是打乱了美国 之前他们规划要再把这个战略的重心 放在印太这个地方的这个作为跟思考 因为没有想到说短时间之内 在一两年内会又爆发两场 两场这个战争 而且尾巴战争未来还会不会再继续延烧 现在他们正在密切的观察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昨天吧 大概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时候 也发布了这个新闻 就是说雷根号现在又到釜山去了 然后刚刚那个黄龙哥有提到说 P8A也是在台海画了一条中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在的 要提出一个警示 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节骨眼上 南北韩或者是两岸之间 又会再发生这个不可控的 这样子的一种冲突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已经发生了这两场 本来是在他们规划之外的这个战争 发生了 那他们反而是在权力部署重兵的 这个印太地区 他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地方 因此而脱续的演出 所以有点像是亡羊补牢 那现在就算这个时间点 要去增加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 要再盖第三个这个造船厂 当然不是说今天要盖 明天就会盖好 不过这也是一个宣誓 也就是说美国应该也会预示的到 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这个不可控的情况 或者不可预期的情况 如果这一两年会发生 未来也势必会再发生 所以如果今天不做 明天可能会来不及这样子的这个反应 所以不做 就是做总比不做好 虽然是晚了一点 那现在看到的情况 大家就是说 我觉得印太地区美国是不会放弃的 但是他们做出了这样子的这个宣誓 就是雷根号又重新到了釜山去 然后这个P8又飞过了这个台湾海峡 他们还是会希望说 在这个既定事实 不要被打破的情况下 然后韩半岛依旧还是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 这个核威则之下 然后台海地区也还是在一个 不是属于内海 而是大家可以公开航行的这个状态 所以目前全球局势的发展 真是让人想到一句话 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